Anton escrever 陳偉君 前邊有小小的 問一 sorry 前面高位是小小弄的小動畫 因為這個 做得有點 lamps 剛六點才做完了 如果不順綨是稍微拖到 我就會自己驅舍 那今天剪爆的東西 比較興趣取向 可以稍微離一點嗎? 因為那個聲音灌起來,你的耳朵會有點不舒服 好,那就是我所介紹的是現在比較新興的一種遊戲叫做《逃動密室》 那也許有些人聽過,有些人聽過 那高雄的市場算還蠻小的,目前只有三家 那北部來說的話應該少說有20幾家了 所以我們就一一為各位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如果你們有興趣也可以去體驗看看 那當然要先做題嘛,什麼叫《密室討估》 相信有些同學或朋友在網路上通過一些小遊戲 他的目標就是要討論《逃動密室》 那我就做了一下比較符合情境的 那這個小遊戲他一看之後,這是我簡單翻譯一般 他一直翻,你就是收到訊息然後去朋友那邊 然後誰知道你就是被光醒來這樣子 那醒來就在一個房間裡面,然後請幫忙看一個房間 然後這類小遊戲網上非常的多 尤其是日本超愛玩這個東西的 那現在玩到的《密室討众》的網頁遊戲 都是幾乎是日本的,因為就是都日本人 那他逃脫的目的,就後來都越來越 你一開始就是在一個房間裡面,也不告訴你為什麼 那你一開始就是在一個房間裡面,也不告訴你為什麼 那你一開始就是在一個房間裡面 那你一開始就是在一個房間裡面 也不告訴你為什麼 那,既然在網路上玩到這樣的遊戲 有些人就想說 是不是我們可以在現身中也可以這樣玩 所以就,研發出類似實踐類的遊戲 那其實實踐遊戲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把我們幻想的東西在生活中可以體驗 例如說我們常看到現在是 我們玩氣彈,或者是做生存遊戲 這類都是我們在電影或電視上看到 是實際上生活中不能直接實行的 那就要用相對可以執行的方式去實現 那,如果前一陣子好像都沒有在播 那,以前在日本海外也有播過一個日本節目叫Toro 那他就是有做這個的節目 就是,反正就把藝人灌在房間裡面 然後他們要解禮出去 對,但是日本的遊戲他們是走向自你類的 所以有些題目你會看不懂他的遊戲是什麼 因為他就是很,就像我們在玩注音遊戲一樣 我爹不在看不懂 那他日文就玩騙假名,騙假名 我們就不懂日文就看不懂 那,也因爲如此,台灣目前我們介紹一下就是 玩過的遊戲類別 那最早的遊戲,我玩過最早的遊戲 它是屬於自你遊戲 因為他這一家公司是從日本帶來的 所以他玩的遊戲都是自你遊戲 他這次逃脫 那他分的類別有三種 第一個是比較多人的競賽 一個空間很多人 但是我們就分組一桌一桌這樣子 那玩的內容呢,他就是 因為都是自你,所以其實都是坐在座位上 你都是去周遭找線索 然後又回到座位上去解字 有些像那個 以前抱著不是有puzzle嗎? 只是很puzzle那一種 或是我們去玩一些 把他一隻東西抱在裡面 那他們這一家已經出很久 他已經有將近三年的時間吧 那我從他第一款遊戲開始玩 隨著逐漸在體驗 有些玩家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遊戲怎麼可能只有這樣 因為我們想說密室遊戲 當然要用個密室才可以有那種view 所以開始之後其他業者在做其他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業績也越來越慘 那像到最高的大概是柯南這一趟 因為抱了一個柯南 沒玩過的本來就從柯南去對不對 那但是本來是暑假 接下來他在開學以後的銀行大道 就是三月這一場 業績就是非常明顯 就是非常的差 那原因取決於說 因為他們的票價值相對於非常高 但如果你有在做一些 玩遊戲的時候通常都會想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 所以我只是藉由一些密室遊戲的現況 做一些分享 然後所以他們 銀行大道部分就遇到一個瓶頸 那當然他們自己本身也有去尋找內部原因 那在這部分的話 我後面會再講 就是分析的部分 那他第二類的遊戲就是真的是密室 但是因為他們 這一家遊戲是帶你過來的 所以他還是不能走出以前的那種自己遊戲 那至少他們突破限制是 他們真的有一個密室 那但是密室的差異是 剛剛前面的自己遊戲 空間就是比較簡單 男出個倡庫就可以做 所以全台北中南各場是沒有問題 問題是密室 房間帶你走 所以 限制就是在台北 所以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遊戲公司大多群台北的關係 那第三種是比較 不管就是大 超大型然後分組 反正去 不管你要不要 要不要車遠 反正我們是在那邊放你們自己去解題 對 那 最早第一次場就是 也找了最知名的遊戲叫做 知名的動畫叫做師傅去做合作 那 這一場 人數也非常多 但是第二 也因為這一場造成他們這一家公司的名稱 價格比較快 原因是因為 他還是跳出不出不知名的遊戲方式 然後票價跟場地的相關 那 接觸的部分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這個 這家遊戲是不是出現一個平均 那 他之後也 現在這些遊戲公司都會走向說 跟企業合作或是公司合作 那 這一部分他們就跟 清光有做合作 清光有做合作 有辦一個比較 旗艦鑑定的 那現在他們現在要辦的是 嗯 6月27 28 28 對 在那個 六五春辦一個 那 至於結果會不會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保不高價 所以一千塊完略 我們最近用完結局 可能可能很好 不玩 那個遊樂場的人 會覺得千塊太貴 所以這個是 在遊戲設定上 他們自己要去決 那 那第二類 剛剛有提到說 因為大家已經 看過 別人那個 別人的案例 就覺得說 為什麼咪是只有這樣 大家都開始 在 一年多前 就開始 所謂 群衆四起 那 出現了各式各樣不一樣的 密室遊戲 可能 你想不到 可能想不到 我就一一為各位介紹 那第一類是故事類的 的 密室 那它本身它會有一個主軸故事 然後在故事裡面它會 你會 你會 逐漸找到線索以後 去了解這個故事原貌 那當然你的 答案本身跟故事 會有相關 那就是 這一家 他們 他們走 Win East Game他們走的方向 然後他們現在在從 從 從 A 那 G A 開始走下去 所以他們本身 已經有自己的故事 都要走 所以他們現在走到第三款遊戲 那這一款 他們主打的是 水 這也是 目前全排第一個 採用水的公司 這樣子 那會不會像Dono那樣全獅 我不知道 他們現在在打說 有乾的玩法 也有濕的玩法 那 他們七月正式 這一個 這一個作品正式的營運 那我也是七月才會去體驗看 至於是盜國師就要去看 那 呃 再來就是故事類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家是很大 它是鬼利路 那剛剛提到說 大部分的遊戲其實他們因為 大家去玩一定會有一些限制 所以 呃 大多時間都現在一小時多 這樣子 那這一家他們打破這些 就是他們做了一個兩小時的遊戲 那故事具體也非常非常大 那也是目前最長的一個遊戲 那 這一家另外一個賣點是 它會一直跟著你拍 然後是我覺得拍起來 非常的 根本完全不像 他們拍照繼續拍起來 就感覺好像 就是休憩的感覺 對 然後再來是 跟蜜蜜可能沒有關係 但它的概念一樣 它是走 推你 那就是我們剛看柯南 我們看金田一 看等等之類的 就是這一類 那他們就是做 真的在偵辦案件 那 智慧獵人他們 呃 他們這一部是剛下場的 就是五月中結束 但是他們 這部其實我玩起來 覺得他們的 內容很好 只是 他們前一部還在這樣 就是他們前一部沒有設定 好了 然後找成玩家覺得 這一家不是很好 但是 我們就期待他們下一部會跟他們 只是說 他們自己 另外一部分是他們 因為 因為走的是推理類的 所以他們自己本身 有跟朋友合作 就是在 FB上做 定期跟人家 放謎題 讓大家去解 那有些可以去 自由獵人的FB上去做搜尋 那 那他們這個 因為這個 前面討論已經結束了 所以這個謎題 已經全部結束 那大概實際上 他們執行的謎題 也有幾十個謎題 然後每個謎題的 吊磚程度都是無法想像的 跟 結合到一些很專業的東西 但是因為是網路上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搜尋 包含說 呃 經緯度啊 包含說醫學 包含天文 什麼等等之類 每一題都會有他自己專業的地方在裡面 那 因為他們自己 看了自己前面的狀況 所以他們目前 呃 那個 他們 他們 公宿部長他們那邊 最後決定說 暫時先不走 推理 他們先 後來會要新出的遊戲 又回到 規制這邊 那機會都回去做 推理之後 他們說還會再評估看看 那另外一家是 SIN 之前高雄 他們有很 拓場 但是其實 聽說高雄的狀況不是很好 我可以把五分鐘加一點嗎 那 就是SIN 他們 在高雄的票價其實不是很好 那 這一部分我 留到後面再跟大家做解釋 那 但是SIN 他們本身 他們的推理是非常的驚人 他們從第一步 呃 令人驚艷到這一步 他們完全走的是 呃 既九層型的推理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哪有可能 花一個小時在做推理 但是真的 他們的內容是 一個小時的推理 而且還要讓人覺得 這個票價非常值得 所以這也是他們強大的部分 那 另外一個小小的八卦是 其實SIN 在這邊這有點請示同家 對 然後後來一個影片 會有這一個問題 那至於他們之後有什麼變化 就 有興趣去體驗的人 都可以去看看這樣子 那 那 那這家也是可能拍的 那只是拍得有點太 這一張還好 但是我看過 看其他照照片是非常的細微 他就是可能把那個 因為房間很暗嘛 然後就會把他做的那個 抓的那個 精確度很高 所以會覺得整個 呃 圓形碧肉的感覺 對 整個臉部的坑巴 全部都在裡面 對 然後最後一家是 高尾芭 他在這家裡是幾岸 但是他們 他遇到的 放棄間之類也差不多 他們第一款 其實我出來 覺得也不錯 是因為他們選擇 他們的地方非常的便宜 在內裡 然後再來是 他們本身 一開始出去的時候 沒有修往Bug 就推輸 所以 在玩家的同價上面 會變 這也是 如果你要做這類設定的時候 你要先想出的東西 是不是 夠完整 夠完整 可以推輸 那再來是機關型 想到 實際就是少不了機關 那目前來說 機關其實各家都有 有大有少 那這邊指的機關其實 他的機關量比較大的 那這一家方法 他們現在第二部 叫魔鏡 那他的 想到魔鏡 你們想要什麼故事 對 白雪公主 對白雪公主 這一部就在講白雪公主 對 那他們每一部 他們每一部都講一個 文化故事 他這一部講白雪公主 那他們裡面有 許多的機關 然後也跟白雪公主的故事 有一些相關性 那有興趣的 那這一款也是目前在 玩家平價裡面出於 入門度較高的 對遊戲 對 那他們自己本身的 物件也是非常的珍惜 這樣子 那再來是 米桃他現在開福克 那他們這一家 就跟他們主打一樣 是走機關 那他們的來源是從 港澳那邊來的 原因是因為 目前大陸的取向 聽說都是從機關比較多 那台灣這邊目前 機關量沒有像 其他地方 那所以這一家 目前也是屬於 機關長度 跟密度比較高的一家 那它會一直在轉合 就是有點難去 對 但是遊戲 之後會不會太早 那再來是 另外一種是PK型 反正就是 有點像我們以前在玩 我們在電視上 有看過黃金團奇 有沒有聽過 對 就是來兩隊嘛 那都是一樣的 但是你要最後 要打到 看誰先打到最後的目的 他也是這樣 他這一家 他要設定 第一家設定的是 奔餐公司 他們本身就會出一個PK 他是主打 跟你講 不是短PK的 然後你們是奔養 兩隊來 然後個別去闖兩邊 然後看誰得到分數比較高 這樣子 然後這也就是 他們這家公司 但他們這家公司 不是只有這個作品 他其他作品都是 類型不一樣 另外一個作品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 創意激勵 這是比較新的工作 他們做的是脫寶令 那目前脫寶令 玩弱跟奔餐公司 他應該會比奔餐公司的 那個 奔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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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定會有附屬的技能功能之類 所以這一家就是GNT GATE 他們本身在做 角色扮演 他們目前設定的遊戲 是五個職業 那這五個職業本身都有自己的 那影片可以自己試過去 因為今天職業蠻不集合 而且加上那個 不適合這點連結 那他們本身就是 用角色扮演 然後每個角色本身也會用自己的技能 可以自己試行 那另外一家是目前 台北也算是蠻大家的工作室 叫MT 他們的類型非常的多 不然 現在正在主打著迷走時空 本身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居心 有三個路線 每個六個職業可以執行 那這些東西的話 你到現場還可以 因為你的職業不同而 才使用各個職業的職業 那他們最神奇的地方是 假期晚宴 他們前陣子有半 時空大一半 詐欺這個概念是從 那個日劇那個詐欺 詐欺遊戲來 對 他們也是個概念去玩 但其實可惜是 這個因為 空間跟時間限制 所以他們整個做 很短時間的 就是只有限定場次的做法 那他們竟然也有在跟工作 合作 然後最後是精爽 對 因為我個人很徵務 所以我終於講 好時間已經到了 不好意思 那個就是 你看 我想請問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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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